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096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司马康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耳朵里还有一阵阵咔哒咔哒的响声 公子 随行的半挡连忙上前扶住司马康 没事吧 没事 司马康轻轻推开半挡的手 站直了身子环视周围 拉车的十几匹玩马满身是汗 在车厢中的旅客尽数下车之后 便被人赶着从站台旁继续往前 拖着车厢进了前方的一处厂房内 而那座舱房中又有一列马车驶出 停在了对面的站台上 身侧行人穿流不息 有挑着担子的货廊 也有摇着扇子的书生 有托儿带女的家庭 也有孤身上路的旅人 站内的义工在下面检查铁轨 几名手臂上套着警察绣标的士兵 手持短棍在站中来回巡视 这是铁路警察新成立的乡军 人流汹涌 仿佛皆是 而站台一旁 高高架着巨大的牌子 远近可见 东京车站 尽管知道脚下就是开封府的土地 可亲眼看到牌子之后 司马康仍忍不住心中的震惊 才一天 他就已经从西京洛阳 抵达东京开封了 从掩师一路坐车到此 上车时是七月初八的茂师初 下车时则是七月初九的晨时钟 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这速度快的惊人 甚至要超过过去的脊脚地 脊脚地尽管也是昼夜不歇 可以坐不到昼夜同素 自洛阳出城 到抵达掩师 就用了司马康一天的时间 而从掩师到开封 七八倍的距离 时间却是完全相同 要不是洛阳到开封的四五百里轨道 还未完全贯通 靠近洛阳的几条跨河大桥尚未修好 游规马车只能从开封走到掩师 可能用时更短 洛阳有个好处 就是有观赛险要 但是现在修成铁路 就是让人头疼的一件事了 湘形之下开封无险磕首 四赛平野 到如今反倒是一件好事 车站内人来人往 一间间商铺也生意兴隆 转过脸去 还能看到几个身穿绿袍的小丽 提着一袋袋的口袋往另一个铺子去 袋子上写了邮包二字 而铺子上方的扁排则是邮局二字 是通过邮车送来的信件 在掩师上车时 司马康也看到了这些邮包 看到那些袋子的数量 可知其中的信件是成百上千 也就是东京城会如此 司马康想着 这世上会离家远走的人并不多 这个时代 绝大部分人的交往范围 不会超过百里 想要给亲友送条消息 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了 有钱的让仆人走 没钱有时间的自己走 没钱没时间的 还可以托人帮忙 让传递军情的异传改送民信 希望从这其中收钱 不说朝廷面上无光 也是一件空耗国力的蠢事 且一旦边境有警 被这些邮件拖累 又怎么将警信传回京城呢 可惜这世上 总是鼠目寸光之辈 居于朝堂 不过司马康完全没有买东西的心情 更没有时间多感慨 公子下面怎么做 去太医局吗 半当问着 这边是带楼门 出去后租两匹马 我们进城去 司马康说着 主仆二人脚步匆匆的沿着路标 向出口走过去 车站里面到处都有路标 出口入口公公厕所急救站 还有写的到处都是 严禁逃票 随地接手 罚款一百 禁止喧闹 禁止嬉戏 小心财务等告示 到底有几个人能看得明白这些字呢 司马康冷淡地想着 脚步更快地往出口走去 出口处 人流慢了下来 上百人拥堵在门前 司马康见状 眉头就皱了起来 老练的半挡立刻上前去 推开前面的人群 嘴里喊着 借过 借过 有急事 别挡着 司马康就跟在半挡后面 轻松地向前走 已经可以看见门外 从门前向外望出去 远远地能看得见 北面新垒了砖石的开封城墙 还有新增柱的炮垒 已经不是司马康记忆中的 用夯土筑成的城墙 江山在德不在险 外敌当真能打到这里 这些炮类又有什么用啊 司马康还记得老父当年听说 朝廷又要大号人工 去修京师城墙的时候所说的话 但一声呵斥 打断了他的回忆 你们干什么 到后面排队去 守在出口前的猎人 指使着半挡和司马康 很不高兴的样子 看你的衣装也是读书人 怎么这巴掌大的字都看不懂啊 那历人呵斥着 他旁边的警察用手中的短棍 啪啪的打着墙上的字条 请有序排队 出战要查票 你们不排队怎么查呀 还是说你们想趁乱逃票啊 警察的短棍挪向了墙上的另一张标语 逃票需补票 为者解惯 若没有买票赶快去补 否则三十大板少不了 该付的钱票也别想逃 半挡当即大怒 坚声叫道 我家公子乃是官人 而等欺感无礼 司马康没有考进士 但他靠了父亲司马光的身份 还是得到了一个阴官 官人 查票的利人看了一下司马康的模样 游移起来 官人该坐官车 今天从演示过来的官车 不是这一趟 司马康那些性子 忍下了这等粗闭小人的冒犯 有急事先买了最早的票 利人随即指着前面 官人走错了 这里是贫民百姓的出口 官人要出站 请去前面的大门 那边是官人专用的出口 出去之后还有官中的车马 直接送去驿站里 警察跟着加了一句 只要有告身就行 司马康脸色难看了 出来的匆忙 没带告身 不是匆忙吧 小利冷笑起来 盯着主仆二人 空空如也的双手 视线变得锐利起来 你们的行李呢 周围的旅客都是大包小包 可司马康主仆 却只有一只搭脸 形象太过特别 警察用短棍拍打着手心 笑容与旁边的小利一样的冷冽 总有一些坐监犯科的 看得出站检查的严密 便把会暴露身份的行囊给丢了 你们不是第一个了 无礼 我家老爷可是礼部侍郎 警察脸上的冷笑 已经变成了宁笑 生长在皇城脚下 京城人对关节高低最为注重 侍郎是本官关节 能做的这一节都几乎是载质了 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司马光上交资质通鉴后 朝廷给予的赏赐 来人哪 小利的贺声与警察嘴里的目的同时想了起来 把这两个奸人给我抓起来 七八名警察随即扑向了司马康主仆 两个载质同编 十年弄不出一步本草纲目 这个速度快赶上司马十二了 想不到玉坤你也听到了 正是堂中 两位载质正对着喝茶聊天 处理了今日的公务 苏宋和韩刚总会设法抽出一点空闲来聊聊天 或是说一说格物之道的最新发展 怎么可能听不到 韩刚叹着 范春仁前回被资质通鉴上书 几乎就是指着鼻子骂了 这事可不怪老夫 谁让玉坤你的心思都放在幼学穷林上啊 本草纲目为先帝所托 不可不慎 幼学穷林就简单多了 都不用动脑子 每天修改几笔 吃汤休息了 哪里简单了 苏宋笑着摇头 幼学穷林属于萌书一类 提供给小学生阅读 但作为实质上的科普读物 韩刚更希望天下世人都能来读一读 除了解释日后的权势 他也不会放过 考中进士与诸科后 世界助官 还要过身严书判一关 正式受职 也还有权势 这些考试都可以是逼迫世人 去学习自然常识的大好良机 韩刚苦心积虑要推中气血 怎么可能有太多的精力 放在本草纲目上呢 相公 一名立员匆匆奔进厅中 打断了两个人的对话 什么事啊 苏宋问道 司马光的儿子因为在站内闹事 给铁路警察收押了 司马光的儿子 韩刚想了一下 他对此人有些印象 好像是叫做司马康的 但又不是司马光闹事 司马康闹事 至于要惊动两位宰相 司马光病重 他是赶来京城求医的 但在出战时被小丽给耽搁了 韩刚和苏宋脸色同时变了 对视了一眼 苏宋问道 为何不报请河南府发急报啊 司马军时就这么一个儿子吧 大概是来不及 韩刚道 过去有马地 自己上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 如今可是有铁路了 两天之内抵达京城 顺利的话再有两天便能回去 而通过官府转城 则十日久长 说不定消息还没有到 人就已经不在了 洛阳的医院也有御医主持啊 苏宋皱着眉 难道司马光已经快要不行了吗 想来总是觉得 他们比不上京师太医局里的医官 韩刚冷声道 在后世 病人和家属肯定也是更相信大医院 而不是社区里的小医院 但管理西京医学院的医官 也都是太医局中顶尖的名医 他们治不了 经理的医生也同样治不了 这也没有办法 这也没有办法呀 苏宋叹着 人之常情 去放他出来吧 子忠兄 你 韩刚回头去跟苏宋说话 苏宋已经站起身来 我这就去见太后 玉坤 你去安排玉医去洛阳 苏宋随即起身远去 只留下了几声叹息声 司马光病重 其子司马康来京城求医 不想才抵达京城 便被抓进了衙门里 这件事说起来有几分好笑 由于轨道新修 因为不懂规矩 而被抓进衙门里的本地人 外地人都不少 官员也不止一个 如果司马康坐官车抵经 那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官人总是能得到更多的优待 上车下车都会有专人引导 从不同的地方上下车 根本不会闹出今天的这场误会 可惜司马康 心忧司马光的病情 并没有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专用官车 而是坐了最早的一班车 但这件事闹到了官府里 证明了司马康的身份 除了留下一个笑话之外 也就到此为止 苏宋请动太后下了派遣良医的口谕 韩刚也命人从太医局选了两名高品的御林医官 当天午后就让他们去了洛阳 在韩刚看来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苏宋与司马光有交情 故而求到太后那边 而韩刚与司马光可是没什么瓜葛 甚至就见过两次面 其中一次还是在文德殿上 韩刚让人为他找了两位御医 进一进人事 便算了事 回到家中 把这件事当作闲聊的话题 同妻妾提起 周南便冷笑道 也亏他想要朝廷赐医 周南对朝中大臣一向不客气 尤其是跟韩刚过不去的 就算司马光重病垂危 也没有半点关切 倒是先想到朝廷赐医上 朝廷赐医怎么了 云娘不解地问道 韩刚道 苏子荣是好心 而且医官是官 岂能善离职守啊 王仪也说道 朝廷赐医不是好事 只会乱花钱 真要救人 直接请医生过来就好 云娘圆睁着眼睛 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韩刚笑了起来 都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却还留存着少女时的天真 像现在这样歪着头 眨起眼 就让她想起 刚苏醒时 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 太后下找次医 医官要向太后交代 病家延医 医官是向病家交代 云娘你说 哪种情况 医官会用心治啊 大臣生病 天子惯常是次药 下找派遣御医上门治病的情况 并不多见 平常御医给朝臣治病 都是病家主动上门去请 若是天子下找次医 宰府们还好 下面的朝臣可就要叫苦不迭 但凡朝臣重病 第一怕的就是天子浅医 御医受命之后 为了讨好天子 只会往柜里开药 到时候万贯家财 能有一半留下就是好的了 第二怕天子浅人治丧 一旦丧礼落到了朝廷派来的 理官手中也不会帮着节省 剩下的一半财产也不会剩下什么了 或许对有些人来说 钱财并不是大事 但轮到天子次医的时候 多半就已经不治了 根本就救不回来 图号家财 可事后还要一本正经的寇谢天恩 落到哪家的头上 哪家不会是满腹苦水啊 一番解释云娘终于明白过来 她点着头 原来是这样啊 官家的赏赐不全是好事呢 当然 韩刚笑了起来 我说天子所赐 就是上天所赐 顺风甘霖之外 却也有水汗黄汤啊 汤? 熟水? 严肃心纳闷地问道 哦不是 说差了 韩刚摇头 跳过这个不好解释的口误 上天与人万物 也是有好有坏 天子所赐 怎么可能都是好事呢 怎么官人不拦着 韩芸娘又问道 韩刚道 先不说当时没想那么多 事后想起来 总不能让太后将口语再撤回吧 而且前面官人也说了 司马侍郎远在洛阳 东京的衣冠不得调令 也不方便善离职守吗 王仪解释道 而且太后对司马侍郎没有好感 这是人所供之 没有太后亲口下找 去洛阳不一定会用心救治 苏相公是好心 希望被调去的衣冠 能够仅最大可能的去治病救人 何况把做人情的好事留给军上去做 这是忠臣该做的 韩刚笑着道 但他的话里完全听不出真心 甚至还有些许讽刺味道 王仪眉头微皱 丈夫偶尔语出不逊 他其实已经习惯了 只要韩刚不在外面说就行了 但韩刚在整件事情上的态度 却让他觉得不太合适 官人是不是对司马君时还有怨恨呢 司马侍郎应该是怨恨为夫 但为夫为何要怨恨于他呀 韩刚反问道 他与司马光只打过一次交道 吃亏的不是他 与旧党打过很多交道 吃亏的也从来不是他 嗯 韩刚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下 要说旧院的确有一条可以算 资质通鉴交上来太早了 这让为夫和苏子荣很不好做呀 王仪狠狠地瞪了韩刚一眼 都宰相了 依然不正经 韩刚笑了一笑 又提起了其他话题